2016年9月8日,NAVA的OSIRIS-X探测器,搭载,在宇宙神5号运载火箭上从卡纳维拉二角发射升空,开启雄心勃勃的小行星探测之旅。 作为NAVA首次造造小行星的探测器,OSIRIS-X将对著名的小行星贝努展开全面探测,并采集样品返回地球。 贝努式是一颗直径500米左右近地小行星,每隔六年会从地球轨道穿过一次,因为引人关注的是,据科学家分析,2175年到2196年期间,贝努将有27%的可能性与地球发生相撞。 假如一百多年后地球中奖,面对这样的危机,我们目前是束手无策的,相信后人自有办法化现为夷,因此,OSIRIS-X的主要任务并非刺探敌情,而是探索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奥秘。 现在,在太空中飞行了将近整整两年的时间,长途跋涉了18亿千米后,OSIRIS-X已于上周进入接近贝努的最后阶段,并首次瞥见贝努,一里迢迢来看你,真的不容易。 一,2018年8月17日,OSIRIS-X在220万千米之外,拍摄到贝努的真身。 接下来,OSIRIS-X将开始对贝努展开观测,在抵到目标之前,NASA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关于贝努尺寸、形状、表面特例和周围环境的信息。 按计划,OSIRIS-X将于2018年12月与贝努相会,使出浑身歇数进行妖怪探测。 在此期间,NASA会对两个潜在的采样地点进行考察评说,并选择其中之一。 随后,OSIRIS-X将与贝努来一次亲密接触,采集样品返回地球。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,OSIRIS-X将于2023年9月带着小行星样品,在美国犹他沙漠着陆。 要知道,贝努就像太阳系的信实,记录着太阳系起源的重要信息。 这些样品就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,无疑具有巨大的科研价值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